哈喽,大家好,欢迎到Wine in Diary 这一集我们依旧来到日本东京 想要和各位轻松的分享一下 文具矿的半月游会是怎么样的悠哉美好时光呢? 那我们从2019年曾经造访过的 中木黑津巴克旗舰店开始吧! 我们搭地铁东红线或日比古线 在中木黑车站下车 我们出来之后会先看到这一个高价桥下的鸟屋书店 走到这边先左转继续走 刚才鸟屋书店也很值得逛 不过我这一天行程只有一个上午的空档 所以就简单排两个点 想说优塞当的文青吧 那我们就顺着这条路继续走咯! 我们在2019年 是从代官山的方向穿越一些小巷过来的 这一次是走大马路 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 好!以2023年12月的地标来说 看到这间陶级赫德 下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右转 就会看到咯! 哇!2019年来的时候还要抽整体券 这一次我们上午9点又抵达 门口还不用排队耶 不过里面人已经很多就是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四层楼高的咖啡豆铜罐啊 非常壮观非常好看 第二次来还是觉得很惊艳 而且你在每一层楼都可以看见它不同的部分构造 到高楼层区域呢 还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些美丽的红桶櫻花哦 它们每一层楼提供的饮品种类不太一样 一楼可以点咖啡 二楼可以点茶 三楼是提供有酒精的饮料 这边不管是用茶叶外包装 还是用白色马克杯当成墙面装饰的区域 都是我美籍的拍照景点 but 户外座位区其实更适合拍照哦 虽然这个时节 从影片上看起来还好 不过呢 外面这个木黑穿 这三月的樱花季会不满樱花 make me各位 好的 那我们带着茶回到一楼享用早餐咯 回想之前过来啊 因为刚开幕没有多久 所以人潮非常的多 根本就很难找座位 这一次呢直接在一楼就可以有这么好的位置 还可以看咖啡师冲煮咖啡耶 超疗愈的哦 好的 离开之前我们看一下伴手里区 时隔数年 之前买的杯子们几乎是全面换新 星巴克和天安合作的本本 小吊式还有小贴纸都有新品 每来一次的钱包就是要破洞一次耶 我们结束了星巴克之旅 再沿路走回去 走到一半过个马路 从上岛咖啡的巷子进入 左手边啊各位 TN到了 在巷洞里面的Traveler's Factory 是我一直很想要朝上的文具控景点 之前2019年来这边 刚好碰到休息日 这一次呢 我在12点开门的时候就到了哦 所以人潮还没有很多不用排队 这栋建筑是由纸张加工厂搬搜的 光是外形就可以拍一堆美照了 那店里面空间不大 却很有TN的旅行特色 除了我们比较常见的TN自己的小袋袋 笔记本 外皮 收纳册 还有各种不同的内叶和装饰之外 它们有原创的小挂饰和纸胶袋 以及各种邮票和贴纸等等 那这边还有其他品牌的文具选品 各种旅行相关的杂货 像杯子啦 壶 或是扣环等商品 几乎所有的品项 都可以联想到旅行 绝对是文具控和旅行爱好者们 一定要来的地方 那它们还有二楼 我就没有上去了 只有到柜台旁边盖了很多的印章 这边甚至还有成品的印章哦 可可爱爱 我们的清闲早晨就在美好天 结束咯 各位来这边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还可以去一开始我们经过的鸟屋 那在它和星巴克中间 会先遇到一个 浮沙屋长期蛋糕 走远一点 还可以到戴关山的鸟屋 延续我们2019年的影片行程 又再清闲地度过整天哦 不知空的旅行系列影片 有没有疗愈大家呢 如果各位接下来 有日本的东京旅游计划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 清闲舒适的行程 保证你的身心灵都可以轻松又愉快 如果你有任何分享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别忘记关注我们的IG消息 下次见啦 拜拜